好了,现在我们要吃晚餐了 这是当地的一个小食物店 在我们的饭店旁边 现在8点半还不到9点 东西都几乎就卖光了 我们有点一个类似这种三层肉的 然后我们这个肉最后的两碗 我们就来,我们买完了 这点是炸三层肉跟炸包蛋 炸包蛋,然后先吃吃看看 嗯! 我们一吃看看它的口感 炸包蛋的味道真的很香 很好吃 看它三层肉 好吃 高手都藏在民间 它不要懂配料这样子 然后再加一个饭 只要45块钱而已 超便45块钱 就有这样的感觉 这超级好吃的自助园 然后就是在我们住的一家旅馆的旁边 然后它是卖就像是类似自助山的那种 我们就选两种菜 我觉得炸包蛋 跟它的炸三层肉 加一碗饭只要45元 非常便宜 对 对 刚刚的话完全很好 所以我们喝苦瓜排苦汤 它本餐也是秒杀 然后请我们喝最后面的几碗 喝到 它喝起来 它的苦瓜味是很甜的 我也觉得很不适 这样它的香味非常好 然后我点的是 野奶糖蟹咖喱 跟炸三层肉 吃看看 椰奶糖 嗯 吃辣椒 椰香味非常重 非常甜 我可以试试看它的成果 嗯 非常好吃 味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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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就是兩瓣米 上面不知道加什麼東西 它加了很多的配料 酸酸辣辣的 還蠻好吃的 現在要吃我的宵夜 我們第一三顆 這是最後的甜點 香蕉煎餅 我們吃的宵夜都是當地厲害的 平常般的美食 帶大家去吃看看到底好不好吃 新鮮蝦 是 cause I was scared of it all and isn't it glory